当王东亮出自己手中浩天锤之时 在场的众人 包括看台上的选手 和新罗帝国的皇帝 全都露出比较惊讶的神色 这也是比较正常的反应 因为天下第一的七五魂 很久都没有出现过了 浩天宗隐世而居 多年以后 能够有幸在一个少年身上 看到天下第一的七五魂 那种震撼 无疑对在场的观众 带来了强烈的冲击 在众人颇感惊讶之时 现场却有两人 表现得相当淡定 他们有着不同于普通人的反应 这份淡定背后 究竟又隐藏着什么秘密 当浩天锤那巨大的黑影 笼罩在擂台上时 看台上的观众 也被震惊到了 日月皇家学院的魂师 也都紧张注视着现场 此时的孝红尘 却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他脸上没有一丝异样 仿佛场上的变化 已经完全在他的预料之中 孝红尘为何能够这么淡定 他的伙伴都在盯着王东 为何他坐在那里 根本就没有被王东的浩天锤吸引 强装淡定 不少的漫迷认为 孝红尘是在强壮镇定 自从第一次出场的时候 孝红尘就展现出 自己高傲的一面 他似乎对自己的实力和天赋 有着很大的自信 即便是见到 霍宇浩模拟出的 十万年魂环 孝红尘也丝毫 没有表现得过于惊讶 甚至在见到霍宇浩之时 孝红尘还拦住其去路 说了一番挑衅的话 霍宇浩 我叫孝红尘 记住 孝红尘自视甚高 他对于场上的变化 根本没有任何的反应 反而在王东施展浩天锤时 面带微笑 这是孝红尘对自己实力的一种自信 也就是说 无论场上出现如何惊人的事情 孝红尘都能够凭借心中的那份自信 不为所动 只是不知道 当他真正遇到失败之时 还能不能保持这份淡定 除了孝红尘 在得知王东具有浩天锤时 还能够表现得比较淡定的 就是霍宇浩了 霍宇浩是王东的室友 同时在赛场上 也是王东的搭档 他们两人配合默契 可以使用五魂融合剂 给予对手重创 其实在使用五魂融合剂的时候 霍宇浩就已经知道 王东是三身五魂 所以 王东在比赛中 使用第二五魂浩天锤的时候 霍宇浩并没有感到惊讶 因为天梦冰残 就已经告诉过霍宇浩 王东的第二五魂和第三五魂 品质应该都是不错的